这是韩国最神秘圈子的聚会 入圈费就要千亿身家 可这千亿身家还不能是自己的 必须是你老爹的身家 你才有资格进入这个圈子 因为这就是韩国著名的 花花棒子圈 这个圈子里不比学历 不比本事 只比看谁败家厉害 所以这里也成为了 韩国女星几破头都想来的聚会 只为能调到某个财阀家的傻儿子 可这些女星想的太简单了 想要得到这些傻儿子的心 先得问问自己 能不能扛得住他们那变态的心理 这不 而这个叫停的人 可不是一般的财阀 他正是韩国财阀中的战斗机 堂堂四星集团的大公子 平日里就酷爱欺负人 是出了名的没人性 甚至在他公司付出了几十年老员工 他也不会放过 每次只要让他碰到了 他都会故意去吧 老员工那患有严重腰椎病的老腰 掰成90度 所以在这个本就变态的圈子里 他是神一般的存在 这不 今天他又给女歌手 提出了个天才的变态要求 竟然要他唱汪峰的歌曲 他要听汪峰的歌 听到这个要求的女歌手都傻了 可看着财阀凶狠的样子 他也只能硬着头皮唱了 就这样 一个韩国女歌手唱起了中文 随着五音就缺了四音的歌声传来 财阀的心里这才得到了满足 可让女孩自己都没想到的是 这种特别的唱法 竟然唱尽了财阀公子那颗变态的心 一场劫难 就慢慢地向他靠近 虽然失败的普通 你让我遍体灵伤 而我全心光明 就在远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